男孩来到客厅看电视 电视里的角色却突然跟他说起了话 眼见男孩是一个人在家 原本此乡的母老太太 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男孩有些害怕赶紧起身把电视关掉 可这是屏幕上突然倒映出一个老太太的身影 男孩回头看去摇椅上却没有人 可看向电视屏幕老太太再次出现 而且这次他竟然还起身朝着男孩走了过来 男孩再次回头可身后还是什么都没有 而就在他转回头看向电视屏幕的时候 一只干枯丑陋的大手突然出现 死死抓住了他的头 男孩连求救都不曾发出一声 就消失在了房间里 这时听见动机的姐姐小美来到客厅 却并没有发现弟弟的身影 空荡荡的房间内 只有电视里的木偶居又重新播放 而木偶老太太的台词相当诡异 在找遍所有房间无果后 小美立马通知了父母并报了警 可大家楼一楼外都找遍了 并没有发现弟弟的任何踪迹 深夜很快降临 警察和父母还在外面寻找弟弟 只留下了小美在家中照看痴呆的爷爷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可小美懵了 因为她明明记得电话线还没接好啊 她有些困惑地走进屋子接起电话 可不曾想里面竟传来了弟弟的求救声 可弟弟明明在电话里求救 小美却又从现实里听见了弟弟的惨叫声 听到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 她顾不上电话 立马冲出去砸邻居家的门 但楼上的邻居却说 这家早就没人居住了 不死心的小美立马叫回父母 等到他们强行破门而入 里面果然是一片漆黑荒废已久的模样 可这是小美的身边 突然窜过一道黑影 小美赶紧寻声追过去 腿门进入窗帘下似乎有个小孩子的身影 小美小心翼翼靠近黑影 但她惊恐地发现 窗帘后的身影突然变得高大了许多 她猛地掀开窗帘 后面竟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小美来不及反应 对方已经死死抓住了她的手 伴随一声刺耳的尖叫 家人立马冲了进来 见小美还在胡乱指着窗帘后面 爸爸立马冲过去掀开窗帘 可后面明明什么都没有 一夜惊魂后 全家人都开始惶惶不安起来 可白天父母还要上班 小美又得出去找工作 有些自闭症的哥哥 就只能独自和爷爷在家 可这天哥哥一觉醒来 突然听见窗外的亮一声发出声响 不多是隔壁邻居传来了一张纸条 上面竟写着她弟弟没事 可昨晚大家都看见 隔壁邻居家早就荒废了很久了 哥哥见纸条上这样写顿时有些奇怪 隔壁到底是谁在和他传话 谁知下一条传回的信息 竟说他弟弟在地下室 于是哥哥立马动身来到地下室 可就在他走进地下室的大门时 所有的灯瞬间灭掉 他只能掏出火机点燃蜡烛 幽暗的烛火下一道白银悄然浮现 哥哥发现对方竟是自己那天 在窗口看见的少女 他走到一面镜子前 少女的手立马颤上来让他如痴如醉 可这是哥哥的火机掉了 地下室内再次迎来黑暗 哥哥慌忙蹲下捡起火机 惊恐地看到原本娇艳于低的少女 却有着一双苍老哭干的大脚 哥哥意识到不妙 赶紧点着火机 可惜为时已晚 一张鬼脸突然浮现想要抓住他 危急罐头哥哥跑出地下室性命于难 他想赶紧回家将此事告诉家人 可殊不知整栋楼 已经没有一处安稳的藏身之地了 阿威蓝 咚咚咚咚咚 阿威蓝